三十七年在相会,在这笔绿葱龙花团锦簇,七月流火的夏日里,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盛会。 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奔来,参加毕业三十七年之久的聚会,大家带着一路的四面,漫长的激情和感慨,一双双亲切欣喜的目光,一张张熟悉,而又陌生的脸庞, 我们的双手紧紧相握,我们的心在不停的跳动激荡,我们的浴血在沸腾奔游,三十七年过去岁月沧桑,早已改变了旧时的模样, 超华已逝去冰发染秋霜,甚至有的已经是天人永格,三十七年在人生的长河中,该是小半生的漫长时光,我们曾走过多少风雨迷茫, 我们分别的太久太长,庆幸我们今天能欢聚一堂,我们的心正如七月的流火,热烈,滚烫,鸡熬,我们推心至复化中长,真情在沉香的美酒中流淌,温暖了我们的心房,最红了我们的脸庞,我们迎视作对影后高歌,抒发了心中对老师,同学,真情的思念和未来的畅想,笑声,掌声,此起彼伏, 我们激动,沸腾,欢唱,三十七年过去真像梦一样,几年同窗我们朝夕相处, 争容的岁月桃里芬芳,明美的校园宽敞的教室,绿树也宁四周环抱的操场,用我们读书学习飘逸的身影,用我们浪漫纯真的笑容,用我们漫步奔跑的脚步,流金的岁月绽放着美丽梦想,青春的热血在澎湃流淌, 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神采飞扬,这一切都刻进了生命的年轮,怎能忘记敬爱的辅导员老师,对我们的尊尊教导与众情长,怎能忘记我们的任何老师, 站在讲台上从容潇洒的英姿,唯唯动听的讲课声,怎能忘我们同窗的好时光,那一串串珍珠般的往事,谁是我们的学霸,书记,班长,还有谁最调皮可爱,谁最严肃,谁最搞笑幽默等等,有太多奇笑皆非的故事, 让我们至今还念念不忘,这几天的相聚相守,让我们如沐春风大喜过往,我们一起游览了太阳岛松花江,还有我们曾经的母像,我们尽情的到处长阳观光,回顾青春的岁月曾经的过往,感受家乡日新月季的变化,感受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, 多少感慨柔情在心中激荡,拍照录像记录下这美好瞬间,美丽的永恒,如今我们已走进了人生的夕阳,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长,只要我们的心不老,我们的生命,处处都会是美丽的诗行,只要我们积极乐观向上,我们的生活依然会浪漫时尚,光阴消磨了我们的风华,却给了我们成熟坚强的力量, 风尘暗淡了我们的容颜,却将我们打磨成珠宝发光,我们气质优雅,真诚开朗,游莫风趣,大度担当,我们的女同学各个温柔前书,端庄知性和善良,我们的男同学各个气度不凡,彼彼有礼,落落大放,这一次的同学会如花绽放,更像一颗瑰丽的祖母绿发光,让我们经历了一次心灵的碰撞,精神的木具, 灵魂的升华,有益的纽带会更加牢固绵长,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,惜别的心,让我们热泪盈眶,从此我们还要天各一方,好好的珍重我们的情意吧,同学是一生的伙伴一世的缘分,永远断不了的牵挂,我们还要经常的谈心聊天, 互相爱哭,话说家常,让我们的心灵自由地飞翔,把我们有益的红线拉得更长,37年虽然带走了青春年华,却带来了夕阳侠晖的畅想,在人生这黄金二十年的路上,且行且珍惜绝不彷徨,充分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,我们每天可以与大自然为伍, 散步在河边树叶的小路上,可以与小鸟没法放声歌唱,早上起床与太阳打个招呼,晚上与月亮星星道声晚安,心灵的天空仍然可以演绎,人生以你的美景灿烂的阳光,亲爱的老师,亲爱的同学们,最后,让我们为往事干杯,为未来为纯洁的友谊干杯,祝愿我们的师生情同学情,如天上的星辰永远闪烁明亮, 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能,拥抱一颗从真的心,从容快乐健康朝少欢度夕阳,希望我们有生之年再相聚,又一地九天长,2018年7月30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